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标题就这一张的标题叫做最终的会见 什么是会见呢 其实我们在修奇迹课程啊 我们一直在修的其实就是这一个最终的会见 或者说是一个基督的会见 那我们曾经在之前的节目中有大概的讲到说这个会见是什么 其实这个会见呢就简单来说 它就是不同于我们肉眼所见的另外一种看待世间的方式 那这不是我们小我在看的方式 这个其实就是圣灵在看的方式 或者是上主在看的方式 那这个就叫做会见 那这个会见呢 它绝对不是说一种 就是真的从你的肉眼 或者是你的肉耳去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 那是指一种存在的状态 或者是你一种感知周围环境的一种心境 那这个会见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修奇迹课程啊 最后的目标 我们要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说 虽然奇迹课程讲说 其实我们要回家呢 我们就是慢慢修这个宽数 修这个奇迹课程 但是其实真正到最后 奇迹课程只能够帮助我们 辅助我们到 它把我们推推推推到一个 叫做真实世界的地方 那在那个真实世界里面呢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爱 不会有任何的批判了 也不会有任何你个人的判断了 或者是你个人赋予的好坏对错 胜败优劣 那样子恶分法的一种诠释了 你看到什么 其实你就是一个 就感觉到说都很美好 然后呢 一切的发生其实都很完美 然后没有什么需要再去改善的 没有什么需要再去修正的了 的那样的一种心态 没有什么好去抗拒 也没有什么好去期待 然后就在那样的一个真实世界的 一个心境里面呢 最后把我们接回家的 那个最后一步 是上主他自己会踏出去的 只要我们自己stand by 好 只要我们自己准备好了 在那个地方 他自然会感觉到说 OK这个孩子他已经渐渐从噩梦中转变成在做一个平安的美梦 好在这个平安的美梦中呢 我可以温柔的把他给咬醒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奇迹课程最终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原本从一个小我看待世界的这种眼光 所谓的知见啊 知见其实就是认知 那从这样的一个小我的知见 转换成是圣灵的知见 也就是这个基督的会见 好那然后这样子转过去的过程呢 就叫做疗愈 就叫做说我们从自己的恐惧中解脱了 我们就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在生活 非常自由的眼光在看待我们身旁的弟兄 看待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最终的会见呢 第一节第一节的标题呢 就叫做救恩的单纯性 所谓救恩的单纯性很简单就是 你看他这个奇迹课程真的是 在正文的那个铺层上面是非常的微妙哦 因为他从已经讲到最后一章了嘛 然后他完全又回扣到他一开始的导演 的那三句话 我们在谈那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谈到说奇迹课程的导演啊 他有所谓的三句真言嘛 他就说这整个课程呢 这么多字数 但是他其实就是可以浓缩成三句话 那三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 凡是不真实的根本不存在 上主的平安就在其中 好这三句话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救恩的单纯性 救恩其实非常的单纯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就只有分真跟假 没有说分这么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的价值观或是我们小我的眼光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别嘛 而且不只是二分法而已哦 我们还可以二分之后再分再分再分 分得很细 所以任何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有程度之分 在一个光谱里面从零到一百里面 还有一到九十九 可以分得这么细 这么多的程度 可是在圣灵的眼光里面来看 只要举凡不是真的 只要是假的 在这个假的范畴里面 没有分什么大假中假小假 只要是假的一律都是假的 所以他这个圣灵的这个救恩呢 其实非常的单纯 就是分真跟假 那我们来看这一章里面 他怎么去谈这个单纯性 我们看六百六十页 六百六十页的第一段 全部 他说救恩本身极其单纯 一言以蔽之 就是凡不真实之物 此刻不是真的 也永远不会变成真的 不可能的事 不曾发生过 也不会带来任何后果 如此而已 对于乐见这一真相的人 这种课题何难之有 唯有无心学习的人 才会对这么简单的功课感到棘手 凡是假的就不可能是真的 凡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 这个道理很难理解吗 你再也不能推说自己分辨不出真伪了 本课程一直在教你分辨两者的不同 以及当你迷惑时该怎么做 这么简单的功课 为什么你执意不学呢 好 他这个救恩的单纯性 就像我们刚才讲 他又回扣到说 他导演的那个三句话 好 那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还要必须要知道的一点是说 因为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个梦境的世界 就是这个物质世界 那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它有一个大环境运作的法则 有这个地方的自然率 譬如说你在地球上 你就是有地心引力嘛 好 比如说你在时间里面 你就是会 一年里面就是会有春夏秋冬嘛 这种东西是你在怎么靠念力 你都很难去改变的 除非你已经 你的那个念力已经大到 你可以撼动原本这个城市的设计 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里面 要经历回家的路 它就是有一些大环境的一些设定条件 那这个就是这个 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些自然的定律嘛 那我们很难说 这一些都是假的 我们很难说 这比如说万有引力根本不存在 或者是说 人被火烧到根本不会痛 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虽然课程教我们是说 其实事情很简单 你只是不断地去分别真跟假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在一开始创造 或显化出这一个物质世界的 那个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把这个假的东西当真了 那那个是在很上面的层次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下面的层次去做些什么 去更动上面 当然你可以一直的去宽恕 但是奇迹课程绝对不是叫我们去否定这个世界的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 那些已经存在的那些自然定律 不是去否定它说它不存在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到说 休息机课程千万不要说 你生了病之后 然后就不吃药 不去看医生 不打针 就想说好 我就是反正是心灵的问题嘛 我就是只做心灵的那个 的那个疗愈 或者是只做心灵上面的宽恕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 这样其实是在否定 已经被当真的这些东西 OK 所以说 问题是在于说 在一开始分裂的那个层次里面 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当真了 那很难再回到那个层次去更改设定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说 休息机课程的着手点在哪里 休息机课程不能说修到后面 其实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 意识层面上面否定这个世界的存在 因为基本上呢 你的潜意识根本不买单 你的潜意识里面根本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其实奇真无比 比如说你的手 你的皮肤 你碰到火的时候 你就是会被灼伤啊 你就是会痛啊 那你被人家抛弃的时候 你就是会伤心啊 然后你如果说 比如说曾经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 你曾经被强暴过 或者是你曾经被霸凌过 你心里就是会有那个恐惧啊 那这个东西是你不要 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去否定这种东西 因为然后就说 反正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反正这一切都不存在 你的潜意识根本不会买单的 所以说呢 奇迹课程它的修法是说 好那既然在那个层次 我已经潜意识里面 已经把假的东西当成了 好那我们以这个为前提 我们来看看还能够怎么做 因为在这个奇迹课程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机制 就为什么我们会创造这个世界 以及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那个机制 我们要先了解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离开了一体 是因为出自于一个所谓的疯狂一面 我们想说 我不想跟这个一体一样 我想要有独立的个体性 我想要有一个自我感 OK像这个独特性 这个自我感 就是我们下一集的节目 在第五节的时候 自我概念那边 我们会好好的来谈的 好那从这个自我感 他想要有独立 他想要不要跟全体一样 大家都穿制服 好无聊 我想要穿的不一样 我想要有一个独特的自我感觉 一个个体感 从这个念头发出了之后 真的 他就失落了那个一体的爱了 他就失落了那个 无条件供给的 那个无限的资源了 突然之间 他一滴水就离开了整个海洋了 那在离开那个海洋的那一瞬间 的那一滴水 他心里面的那个念头 他居然把它当真了 其实基本上呢 如果 为什么课程说这样的念头叫做疯狂一念 是因为 那根本是不可能 在现实 在真相的那个层面 在绝对真实的那个层面里面 其实我们再怎么样想 再怎么样动念 你都不可能更改 你跟上主连在一体 一体不分的那个事实 那个东西是无法撼动的 因为那个东西就叫做真理 那个不管你怎么想 真理就是真理 不管你怎么样用你的信念的力量 真理就是真理 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撼动到的一个层次 好 那既然在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当真了 然后那滴水呢 当他离开整体海洋的时候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说 我惨了 我失落了爱 我失落了一体这种无限的资源 他真的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 然后那个失落感的同时呢 就是一种自我谴责 就觉得说 一定都是我不好 是我错了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动这样的一个歪脑筋呢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呢 你看一切大势已去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然后那个那种自我谴责非常的苦 导致说 他不想要自我谴责 他只好把这样的 的一种谴责投射到外面去 然后就创造了这个外面的世界 然后投射到弟兄的身上啊 或者是投射到社会的身上啊 或某个东西的身上啊 你看都是他害的 都是这个弟兄害的 他害我今天得不到爱 他害我今天这一生过得那么惨 他害我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然后就变成了一种对外的攻击 我们把自己原本对自己的谴责 转换跟投射成一种对外面外境的攻击 那这个是以上讲的那个 从失落的爱到导致说觉得是自己的错 自己不好 然后呢又想要自我谴责 但是觉得自我谴责实在又太苦了 所以就投射出去外面 然后再去飞踢外面的人 再去攻击外面的这个不存在的东西 好这个整个这一连串呢 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脚本 他就是循着这样的轨迹在演戏 好那这个东西呢 他已经形成了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再把它倒推回去 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除这样一个城市的设定呢 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第一步已经把假东西当真 所以没有办法在一个假的境界里面 一天到晚再否定这些东西 因为已经把它当真了 好那奇迹课程就教我们说呢 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课程嘛 救恩其实很简单 就是分真跟假 但是呢我们真跟假早就已经分不清楚啦 没关系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到第二个层次是 我们在这个物质层面 我们在这个充满了这么多不同独立个体 已经分裂成那么多独立个体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来修一种东西 叫做我们来修我们之间的转换 原本我为了要攻击别人 就是为了要减低我自己里面的追究感 然后我把这个追究感投射到外面去 然后攻击别人嘛 这个攻击这种定罪 这种批判 其实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在批判自己 我们在攻击自己 我们觉得自己不好 所以奇迹课程就说 好没关系 我们就在这一个层次里面修 我们先修看看 我们能不能渐渐把我们的这个投射收回来 把我们原本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把我们原本批判这个世界 批判我们身边的弟兄 觉得说他们有罪 他们不好 这个眼光我们把它转换掉 我们把它看看说能不能把你原本觉得他有罪 或者他不好 你批判的那个对象 把它视为是它是一个纯洁无罪的存在 他其实是很可爱的 不管他做了什么行为 不管他在这个行为面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他看到说他那个纯洁无罪的那个本性 那个自信 那个跟你一样的灵性 好我们先从这一个物质层次里面来修吧 我们先把从你觉得有罪的东西把它看成是无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种潜意识里面的基准是 当你可以收回投射 当你不再去攻击外面的这些人 而且觉得外面的这些人都有罪都有错都不好都要改的时候 就代表了其实你自己觉得自己 你自己看待自己的眼光也跟着改变了 你也会觉得说你自己没有不好 你也会觉得你自己没有那么值得被批判 你自己其实很可爱 你自己其实是纯洁无罪的一个存在 这就是修起基课程的一种眼光的转变 或者是一种宽恕的过程 就是一定都是要透过你身边的这些人际关系来修 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救恩的单纯性 就是其实终其一生呢 我们或许就是做这件事情而已 就是不断的把你认为你身边不好有罪 讲有罪不是说法律上的那个有罪啦 就是说你常常会对某些事情你有批判 你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 你自己的某些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 然后一直要强迫别人去改变 一直觉得他不对的这一种想要去操控世界 或操控弟兄的这种心呢 要渐渐的把它放掉 然后要看出说其实他根本没有问题 他其实就算不改变 或者是就算没有你的教导 他都可以过得很好 他都可以活得很好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存在 他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神秘 他就是纯洁无罪的 就渐渐这样子能够去包容 或者是能够去接纳你身边的这些存在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从里面接纳我们自己 然后呢 从里面接纳了自己之后 从下面的这一层呢 才能够去牵动到上面的那一层 已经把假的东西当真的那一个眼光 才可以渐渐的把这一种这种当真 把它松解掉 对 所以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已经来到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就不要把物质 我们就不要去花时间或花力气 在否定这个继承的 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物质世界 不要去否定 比如说有人生病 有弟兄生病 你不要去否定说 你根本没有病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病 其实是你的身体其实都是没事的 主要是你的心灵 你现在心灵有问题了 你要疗愈你自己的心灵 什么 你不要去 我们不要去否定这些东西 他要不要寻求心灵的疗愈 他自然有他自己的时间 有他自己的资源 圣灵会帮他 那我们要修的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眼光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弟兄的 我们是不是又把疾病当真 我们是不是又把这个 就是他的境遇 他的痛苦 把他当真 这个才是我们自己要化解的 而不是说要用一些外在的方法 去改变我们弟兄的处境 甚至改变我们自己的处境 好 那这个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661页的第七段 他有指出说呢 其实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个人生课题呢 就是不断地把 因为原本把弟兄 把上主之子看成有罪的这个眼光呢 把它转换成说 把它看成是一个清白无罪 纯洁无罪的存在 好 第七段这边他说 有待学习的人生课题 只有两种 他们各自为你架构出不同的世界 而每一个世界又会对自己的源头 为命适从 你所学的 若是上主之子有罪的课题 结局就是你眼前的世界 一个充满恐怖与绝望的世界 毫无幸福可言 你所设计的安全大计 没有一个保证有效 你渴望了幸福 也无法在此找到 幸好这个世界并非你的学习 所能带来的唯一结果 即使你把自定的功课 学到熟烂 反映上主大爱的课题 对你仍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 你迟早会学到上主之子的纯洁无罪 而看见另一个世界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休息课程的目的啦 好 那我们以上讲完了这个第一节啊 这个救恩的单纯性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接着第三十章所讲过的东西 我们第三十章有讲过 讲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觉醒的路上 或说是在一个人的灵性成长的路上 我们都必须要经过三个阶段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是跟着成长 所以它很难去跳跃 它很难去跳街 它就是要一步一步的这样来 就好像我们念国小的时候 一定要先从低年级念 然后到中年级 然后才到高年级 然后小学才能够毕业嘛 除非你是天才啦 否则你就很难跳街 那这个 我们在三十章里面所讲的那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说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嘛 受害者的阶段 什么事情我都很可怜啊 都是被勉强 我好牺牲 我好委屈哦 好 然后到第二个阶段是 不管你参加的是激励课程 或者是你参加的是一些 心想事成的课程 那都很好 因为第二个阶段它主要要学的就是 我是有力量的个体 我可以 我知道我自己是power 我有power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 我只要我有这个意志力 只要我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我一定可以完成 或者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我一定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一定可以显化出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的关系 我想要的健康 这种是一个 一个人他觉得他被empower 他被他知道说 原来我是有选择权的 我对于我的人生 我对于我的命运 我是有决定权的 我可以做些什么 这一个阶段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个人 他一定要从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受害者 到他觉得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个体 好 到这个第二个阶段还没有结束 觉醒之旅还没有结束 因为必须要等到我们的小我已经极大化 我们的小我非常非常的强壮 你必须要相信自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才能够走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无我的阶段 就是好 即使我这么样的powerful 我这么样的有能力 我这么样的想要什么就可以成就什么 但是最终我还是觉得 我不太清楚我人生的目的在哪里 就算我这么厉害 我还是觉得我内心好空虚 好像一直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没有被满足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顺利的进入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说 即使我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显化的工具 或者是我那么强的能力 但是我心甘情愿的放下它们 因为接下来的最后的那个阶段是 我要跟这个就是更大的这个力量 或者说这个宇宙的智慧去接轨 那我不再靠我自己这个独特的个体 去做些什么了 我符音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底下 它今天要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它今天要我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我就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但那个前提是你已经把你自己所有 就关于你自己的这个认同 所谓的自我概念或自我感 或这个独特感全部都放掉了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个第三阶段 你会经历到 经历到的是一种 即使不努力 即使不费力 都可以过得很好 很幸福 很心安 很平安的一种境界 OK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三十章讲的 到了第三十一章呢 我们今天这个也要分享的是说 OK 因为我们在讲三十章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限定说哪一个法门 就说这只是三个阶段 那你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你自然会去接触到 在那个阶段里面 能够帮助你最多 或者是能够跟你相应 最多的一个法门 其实法门一点 就是这种 你要走哪一个法门 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 条条大路通罗嘛 因为我们内在的那个智慧 根本就是相同的 它会依照你现在能够接受的东西 去帮你找到一个 最能够存在 现在的你的一艘船 然后你就是再往前 然后有的时候 你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必须要换另外一艘船的时候 自然有别的船会来接引你 所以法门就是这样 法门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其实不用对它有太多的认 太过度的认同 或者是把这个法门 跟你自己的身份认同 做一些挂钩 其实不需要 就是很自在的 重点是保持一个怨心说 我最终就是要醒来 我最终就是要开悟 好那麻烦你 就是带着我往前走 那有什么东西是最适合我的 就提供我这个资源 这样子 然后我能够做到 就是我维持这个怨心 我一步一步的一直往前走 好那刚才讲的都是 第三十章讲的那个 觉醒的三阶段 那三十一章 我们要来补充一点 就是说 好那假设你今天选的是 奇迹课程好了 假设你这三阶段 你要陪你走过的 都是奇迹课程好了 那你在我们阵中 我们其实也是会经过 三个阶段 那这三个阶段 不必还是这样讲 那三个阶段 互相是有对应关系的 不见得 可是我们在 修行奇迹课程的路上 一定也会经过 这个前期中期后期的 这三个阶段 那这三个阶段里面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 或者是说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然后会有哪些 常常会出现的一些挑战呢 其实这个今天是 跟大家来讨论跟分享 第一个是前期 我们在修前期 就是说 刚可以说很多人 在刚接触到奇迹课程的时候 觉得这个奇迹课程好好哦 我好开心哦 其实像Ken Wapnick 可以常常讲 他说他常常听到很多的学员 初学的学员 就会告诉他说 我真的好喜欢奇迹课程哦 你知道吗 我在奇迹课程里面 我感觉到好大的喜悦哦 好大 就是觉得 哇真的好好哦 什么 然后充满了快乐这样子 然后Ken的心里 常常都会 always想说 那你可能 没有真正的很了解奇迹课程 或者是说 你其实还没有把 奇迹课程真的修进去 所以你才会这么快乐 因为奇迹课程是一直 要去不断的去穿越恐惧的 而那些我们最恐惧的东西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最黑暗的东西 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的 自我保护机制 会把它排除的东西 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不敢直视 不敢去看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 就装快乐 装嗨 装美食 但这个其实是 这可能也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一种这种 至少可以让我们振分 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点 幸福感或喜悦感的一些东西 那这都还是在修期课程的前提 前期 前期就是有点像是蜜月期 然后在前期里面 它会有一些的状况 譬如说呢 你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然后呢 我们人就是有时候 会有一种 夹和道修宝的心态 就是这个东西好好 我一定要让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这个东西好棒哦 我一定要也要让大家都来用 大家都要变成奇迹学员 所以就开始发挥了传教士的热情 开始对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你亲近的人啊 一天到晚都在跟他们讲 这个奇迹课程有多好 而且要叫他们也来修奇迹课程 然后但是呢 都没有 但是都忽略到了一点是说 你的那个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你的出发点是 你只是想要去管别人吗 你只是想要去救别人吗 你觉得别人比你更需要被帮助吗 然后呢 就是 我要讲的是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一种 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想要去 这其实是有一种操控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你就也要 觉得这个东西好 OK 那我比你知道 你自己更需要什么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的 就是奇迹课程 然后这种就是 就是很爱去救人 很爱去帮助别人的这一种心情啊 那这都是在前期里面 很容易会出现的 然后当别人都不相信 当别人都异性蓝色的时候 自己就很生气 就觉得说你比他 更着急于他的灵性成长 这样子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弟兄 时候到了 自然会有船来接引他 他会过得好好的 你知道吗 其实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恐惧是 这个世界啊 其实有我没我都没差 这个弟兄 其实有我没我都没差 这是我们心里面 最大的恐惧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么说 我自己就一点都不重要啦 我对这个世界 或我对这个弟兄的生活 就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啦 那我算什么 所以说这个前期的时候啊 就是都会经历 这些东西啦 那对 有些人呢 他就是在前期的时候 很爱去这种奇迹团体里面嘛 那除了说是去更强化 更巩固自己的信心以外呢 有些人是必须要去处理一些情绪问题的 就是说有很多的情绪的包袱 必须要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 其实你每次去 也不是真的想要修什么 你其实就是去吐苦水的 其实就是去宣泄情绪的 就是去讲你的故事给大家听的 那都OK 因为其实 有的时候真的你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 跟这样的一个过程 去代谢掉你里面的某一些东西 才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好 那这个以上我们讲的都是前期哦 然后再来到修期期课程的中期的时候 你终于能够 我们终于能够接受说 原来弟兄啊 就算没有修期期课程 他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而且这个弟兄其实没有我的帮助 他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啦 其实我没有那么重要 我此生来呢 不是来救苦救难的 我此生来呢 就是救我自己的 像期期课程 他里面常常讲说 你唯一的目标 或者是你唯一的任务 就是亲自接受救赎 你先不要去管控别人 要不要接受救赎 重点是你自己接受救赎之后 基于期期课程的理论 世界根本没有别人 你自己一个人得救 全家都得救了 你自己一个人得救 全世界都跟着疗愈了 所以重点到我们修期期课程的 中期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你会觉得说 这不是变得好像对世间很冷漠 或者是很无情 而是你终于知道说 原来这个世界不完美或不美好 或者是有问题的一个癥结 是在于我自己心灵里面有问题 是因为我自己里面有太多的恐惧 所以我需要很多的自我保护的措施 是我自己才最需要接受疗愈 最需要亲自接受救赎 好 然后就会开始真的 很focus在你自己的疗愈上面 我说不是对外境冷漠 跟无情的原因是 只是因为他花了更多的时间 或更多的精力 其实是在往里面看的 不再一直往外面看了 一直去看外面有问题 他开始去看我 看自己里面 然后才真正的去做 所谓的宽束的这个作业 那这个宽束 其实他其实就已经是在往里面 一直不断的在大扫除 一直在丢垃圾 一直在把很多的包袱 很多的基于过去而来的一些 自我保护的信念 基于恐惧的信念 一个一个的往外清除 一直把这些垃圾打包好之后 交给圣灵 然后圣灵就像一台垃圾车 来把它一一的收掉 然后就会开始觉得里面 好轻松好放松好自在 然后宽束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很自然的就会到 所谓的休息课程的后期去了 那这个中期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过程 就叫做肢见的转换 肢见的转换 就是要从我们的特殊关系里面着手 那这个特殊关系 你原本可能是充满爱的特殊关系 或者是充满恨的特殊关系 就是一直不断的会 用不同的眼光又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又爱又恨 爱恨交织的那一个关系 然后呢 原本以前都很紧绷嘛 因为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 有好多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有很多你的期待 所以都是很紧绷 不能够放松的 可是你越宽束 越会觉得说 在我穿越自己恐惧的那个过程中 在我丢掉我内心的那些垃圾信念的过程中 我整个人好像比较放松了 很多事情呢 他来就来 他走就走 我没有像以前这么执着了 我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在意了 那这其实就是在经历一种之间的转换了 这其实是 这其实真的是不知不觉的 我必须说 他在这个中期的这个 休息课程中期中间的这个阶段是 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 很专注在清理你里面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 你突然之间往后回顾的时候 才觉得说 我自己怎么已经经过这么长的一段路了 但这真的都是不知不觉的 到某一天 突然你会感觉到 原本你很害怕面对的某一个弟兄 你一直在逃避的某一种恐惧 某一种情境 某一天就算你再次遇到他 再次遇到这个情境 你也会觉得说 好像一切曾经我所恐惧的那个东西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啊 真的会有那种感觉 然后会觉得说 有一根阻挡在你跟弟兄之间的那个刺啊 或者是某一个一道墙 他突然就被撤走了 你跟弟兄又回到了一个一体 你又可以爱他 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 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做什么 你都会知道说 反正那是他出于小我自己的保护措施 但那不代表是他 我还是愿意爱我的这个弟兄的 你把一切就是之间的转换到头来 那个宽恕的动作一定都是要从恐去转回到爱里面 然后转回到爱里面不是靠我们个人的爱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伟大 凭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谁也爱不了 那种感觉是 你一定是 你会感觉到说 你自己本身就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 在保护着跟照顾着 在引导着 所以说你可以让你自己接受这样的爱之后 再把这样的爱带给你身边的人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在这个世界上 原本就觉得这个世界好讨厌 原本是一个很厌世的人 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难搞的人 然后就是邪恶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很不安心 充满了威胁感 你渐渐会觉得说 不会啊 这个世界其实还蛮好的 这个世界其实还蛮可爱的 我身边的人 其实都是好人 其实他们都 都很善良 都很好 就会渐渐 就充满爱的那种感觉 然后感受到平安 感受到上主的平安 然后自然而然的 会进化到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修其课程的最后一个 所谓的后期 后期是什么呢 后期是你甚至不会去标榜说 你是一个学期及课程的人的 你知道其实在前期的时候啊 还有在中期的时候 在中间的这个中期的时候 我们常常还是会到处的忍不住 就是想要跟人家讲说 我是修其机的哦 我不是修其他的这些法门的 我是修其机的哦 一直要去强调跟标榜这件事情 觉得这样很酷的样子 可是到最后一个后期的时候 连我是修其机的这句话 你都懒得说了 因为你根本放下 所有你所学过的一切的法门 你所有学来的一切 你全部都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 在跟爱同行的一个状态 你根本就是跟基督同行的 你本你整个人根本就是一个爱的化身 那种中期 那种感觉 那种能量状态 其实早就超过一切 对于法门的界定 或者是那种存在状态 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说明的 甚至你旁边的一个人 他可能只是站在你旁边一会儿 他都会觉得说 怎么有一种如木春风 或者是有一种好温暖 好平静的感觉 这真的是会这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663页 他有对这个后期 做了一些描述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这个663页 第31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的标题就叫做 与基督同行 与基督同行 其实就在讲说 我们修其课程的最后的这个阶段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663页的第 对不起 第一节最后面的第12端 全部 他说呢 他说 让我们安静片刻 忘却所学的一切 放下一切念头 以及我们对万物的意义 及目的所怀的种种成见 别再执着自己旧有的世界观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让我们释放我们心中 对每一个人所执着的形象 让那一切过去吧 忘却一切判断 别再理会你对别人存有的善恶之念了 如今你对他可说是义无所知 你终于能轻松自在地向他学习 并且重新认识他了 如今他对你好像是重生之人 你对他也是如此 你再也不会像过去那般想置他于死地 甚至不惜跟他同归于尽了 他终于能像你一样自在地活出自己 因为你千百万节的学习经验都已过去 真理终于找到了重生之地 接下来看665页 接到665页的第八段 他就重新讲了这一句话 叫做让自己安静片刻吧 忘却过去学来的一切想法 放下自己营造的所有形象 来吧 旧有的一切自会让位给新的 无需你去推翻或拥护 没有人会攻击你心中依旧珍惜的宝贝 也没有人抨击你对那根本不存在的呼唤的向往 在此圣地不一物伤害得了你 因此你能够静下心来聆听 学习看出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之物 上天只要求你学会这一本事 当你听到这些要求便会明白 你只需放下自己根本不想要 也毫不真实的念头便能来到这一圣地 宽恕弟兄所有的表象吧 他们不过代表了你不断提醒自己 罪孽深重的那一股老课题 好 所以最后呢 最后的这个阶段 这个修其课程的后期 其实就像他讲的 那些与基督同行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化身 那这个其实比较能够对应到说 我们讲第三十章的时候 那个灵性成长的三阶段的最后那个阶段 无我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早就把你所有的自我概念 自我独特感都放掉了 甚至连标榜自己是一个奇迹学员 这样的独特感 这样的自我身份感 全部都放掉了 那在一个无我 完全没有自己的状况之下呢 圣灵才能够透过你去做事情 如果我们一直很强调 我们自己的知见的话 圣灵根本没有办法借我们去疗愈 这个世界 或去疗愈这个身边的弟兄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 推恩嘛 真正推恩的状态 就是必须要先在这样的一个 无我的状态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对这个人讲什么话 我都不知道 那我只是一直让自己 处在一个安静片刻的状态 然后我在那边等待讯息 我在那里很 因为其实已经很习惯 经过那个休期课程的中间的 那个中期之后 其实我们渐渐已经培养出一种习惯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往内看 往内在那边等待一个指引的时候 其实到第三阶段这个后期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平顺的 你就可以把原本之前累积的那一些经验 就用出来 就是 比如说看到弟兄很可怜 或者是正在受病痛所苦 或者在为情所苦 或者在苦的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说 就在你的心里 你不会觉得说他有问题 你会觉得你会能够感同身受的去看说 其实这个弟兄 他现在是被某一个恐惧的乌云给包覆住 但是你能够帮助他去穿越这一层乌云 去看到他原本里面那个不生不灭 不会被撼动 不会被外境更改分好的 那一个纯洁无罪的本性 那个神圣本性 然后你就会替他很安心 替他很安心 但是这个都是很理念的部分 但是在外境上 此刻正痛苦着的他 他需要的是人世间的安慰 他需要的是人世间的关怀 他需要的是人世间的陪伴 没关系 你就去做 因为反正你已经在无我状态了 你今天就去陪伴他 你就是很有耐心的去听他 吐苦水 或者是听他说他有多苦 你都不会说 我要去修正他 你不要这样子 你怎么那么负面思考 你怎么每天都这样 都在那边觉得自己很委屈 都在那边抱怨 不会 你就是会在那边静静的听 然后去同理他 去理解他 去给他当下他所需要的关怀跟爱 让他感受到平安 就这样而已 要怎么做 在方法面上 你不会坚持说 我一定要怎么做 我一定不能怎么做 那些都只是形式 形式都不拘形式的 重点是说 你的那个内涵 你是出于爱 你选择让爱 进入到你跟这个弟兄之间 你选择把你自己放空掉 你选择让爱 透过你推恩给他 让他感受到一种 安定 或者是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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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一种被爱的感觉 让他也可以 所以在这样的感觉中 喘口气 喘口气之后 他才能够 找到他自己的路 然后重新上路 重新出发 OK 所以说这个 以上分享的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 七级课程的话 你可能会经过的 这个前中后期 这个三阶段 那在每个三阶段里面呢 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基本上呢 那个前期啊 就是要去救苦救难 救众生的那个前期啊 最好是越快度过越好 因为真的是 重点呢 就是在那个中期 在那个中期 亲自接受救赎 然后很认真的 去穿越自己的恐惧 去做自己内心的宽恕作业 的那个中期 那个才是修整个 其实课程 最大的重点所在 那那个后期呢 后期真的不用强求啊 因为当你里面 还有东西 没有清干净的时候 你也不 我们也不可能 过渡到那个 能够放下所学的一切 然后与基督同行 自己就是一个 推恩的爱的 化身的那个境界 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重点 还是都是放在 那个亲自接受救赎 然后一直清 自己里面的 这些恐惧的信念 的那个过程 清到最后 终有一天 自然会很顺的 接到那个后期去 那那个 那个真的接过去的 那一瞬间呢 你会感觉到 因为它完全印证 当你的知见 开始在转换 然后有一刻 你真的是会印证到 奇迹课程里面 讲的一句 非常经典的话 叫做 你会感到千古夙愿 怨恨的怨 千古夙愿 转化为眼前的爱 你会觉得以前 曾经发生的 这些东西 你很痛恨的某个人 或极力逃避的某一个处境 就算你再碰到它了 你会觉得以前那些 好像真的很烟消云散 你又重新 你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它 或是是一个新的情境了 过去的那一些恐惧 那些阴影 再也没有办法投射到 现在你眼前的这个人 或这个处境上面 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 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 我们这一集 要谈一个 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自由意志 我们在陆正文前面的章节 某一章里面 我忘记是哪一章哪一集 里面我们特别去讲了一个主题 叫做自由意志 我们来讨论说 这个人呢 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我们常常都说 你是一个 你有你自己的free will 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看这个世间 这么多零零种种的东西 形形色色的 你可以选择 对 我们是有选择权没有错 可是自由意志的概念 跟有选择权的概念 是完全一样的 在其理课程里面 它其实也是有探讨的 那在这一章里面 它就有提到一个东西 叫做自由的幻觉 自由的幻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 那个电影 叫做《骇客人物》 The Matrix 它里面 那个Neal 就是基努里维 他第一次想要从他活的 那个梦境世界里面 醒过来的时候 他不是就遇到那个 Morphis吗 就是那个黑人 然后那个Morphis 就把他带到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去 就让他选要玩的那个时候 的那个场景里面呢 这个Neal就有问Morphis 说到底什么是Matrix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然后那个Morphis就回答他说 我没有 这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的 你必须要自己亲自去看 然后呢 然后 你的存在呢 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 他有问嘛 说 他好像 对不起 他没有问 但是那个Morphis又跟他讲了一个很经典的台词 就是说 You are a slave 就是你根本是一个奴隶 你 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 你就是一个奴隶 那为了让这个奴隶不断的去做很多的事情 就要透过什么方式呢 就要让他觉得说 他自己好像很有自由 有很多的选择权 然后他就会一直 安然的在这一个层次 在这一个 梦境世界里面呢 去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才能够让那个Matrix 得到利益 这样子 好 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自由的幻觉 跟自由意志 在这个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第四节 第四节的那个标题啊 就叫做真正的选项 什么叫做真正的选项呢 那他这个意思 他透露的是说 难道还有一些假的选项吗 的确 在这个J兄的眼光 在耶稣的眼光之中 其实世间啊 所有这种 你要 你所有在世间 可以做的这些选择 因为你知道 在世间选 东选西啊 东挑西拣 其实你永远都是对 你都是在挑选一个具象的东西嘛 就是你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那几凡是这些具体 有形象的东西 其他都是假的嘛 那他如果是假的的话呢 你选假A跟选假B 或选假C 其实在圣灵的那个所谓 单纯的救恩的眼里呢 只要是假的就没有分嘛 就没有分大假中假小假 只有分真跟假 那只要是你在假的 那个范畴里面 在那一缸水里面 你怎么样去选 选来选去都是假的 你都选不到真的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的自由意志是什么 那有没有一种自由意志是说 我不要选假的 我去选真的 那这样的选项存在吗 这就是在第四节所讲的 这个真正的选项 它的意思 它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讲说真正的选项是什么 其实正解就是说 其实你在这个世间上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选择用什么样的行为 去对待什么样的人 那都无关 那都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因为形式都是不拘形式的 重点是你真正的那个选择 在内心里面 你有没有选择你是出自于爱的 去做某件事情 而且这个出自于爱不是出自于你的私心 你期待它做什么东西来回馈你 来回报你 而是你真的带着一种 你希望它好 你希望它得到解脱 你希望它得到疗愈 你希望它得到平安跟爱跟自由的那一种无条件的爱 然后你选择让爱 就是更大的那个爱的力量 进入到你跟弟兄之间 原本你跟他可能有一些隔阂 可能有一些的冲突 有一些的分裂 你选择让爱进来到你跟他的之间 然后让你们又从一个分裂回归到一个一体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运用 这才是我们能够突破所有在假象里面 东选东挑西减 选一个自以为会比较幸福的一个假象 才能够突破这种障眼法 才能够真正选到说 原来我真正自由意志的运用 其实就是选择爱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668页 他这里有提到一些话 668页就是第四节的第一段 这里其实都很好 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都非常的好 他这个真正的选项的第一段 你必须要从你的人生经验里面真正的去经验到 对世界可以彻底的死心跟绝望 但是又不是对他无情哦 而是那种感觉是一种理解 就是你深深的understand说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会再对他有所期待了 他所能够给我的就是这样而已了 那我也不会去要求他做的更多 或给我更多 因为他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深深的理解 而不是对他的一种无情或指责 就觉得这个世界那么烂 这是不是哦 好 那接下来 何以如此 因为世界只允许你在幻象与幻象之间挑来选去 让你以为可以掌握自己选择的结果 于是你会认为 由生到死的窄路上 你拥有一个短短的时段 在这段时间里 人人都会与你产生矛盾 但你仍能选择某些途径 避开冲突 摆脱与你无关的难题 其实那些难题 正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弃之不顾 逃之夭夭呢 凡是注定与你同行的 不论你选择哪一条道路 都会如影随形的 接下来第二段 真正的选择不属于幻象领域 世界无法为你提供那种选择 人间的道路只会将你导向失望 虚无与死亡 它好像给你种种选项 其实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要企图逃避世上的问题 你当初就是因为不想解决问题 而造出世界的 切勿被名堂凡多的人生途径 混淆了眼目 它们都指向同一终点 每一条都是通达同一终点的不同途径罢了 虽然它们的起点与方向看似不同 所有的道路最后都会把你带回这个世界 它们的终点既注定 表示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它们全通向死亡 在某些路上 你也许还能苦中作乐片刻 但最终人逃不了凄凉的下场 在另一些路上 可能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 其实你并不是在选择某一种结局 而是你想要那个结局 何时降临而已 结局既已注定 就没有什么好选择 在你明白人间所有的路 都是同一回事以前 你总会想要东长西事 好 这个它其实要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世界存在的目的呢 就是不让问题获得解决啦 因为世界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眼法 它就是一个烟雾蛋 它会让你说 以为说 今天呢 我这个 比如说身体不健康 我身体有了病 我就是要去治身体 OK 我就是去 我就是去那个 就是每天就是去忙 怎么样让我的身体变健康 然后怎么样不会生病 这样子 然后如果我今天是渴望一个爱 渴望一个美好的理想的关系呢 我就是去 想办法的去学 怎么样学沟通 怎么样去学 人际关系的互动 怎么样学会讲话 会交际 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了 就是 可是问题都不在那边 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解决之道 都没有治本啦 都是一直在治标 那本在哪里 本在于我们心里面根本就是 就是觉得说我们自己不配得到爱啊 而且因为失落了爱之后 就觉得说 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那个自我谴责感 那个罪疚感 一直在心里的深处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投射出来外面之后呢 所以才会觉得说 外面有好多需要修复的东西 我还不够好 我还要更精进 我还要再去学更多的东西 我还要再去实现更多的梦想 永远就是还要做的更多啦 那永远想要做的更多的原因 就是觉得自己不足够嘛 就是觉得说自己有匮乏 好 那这个东西 然后世界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啊 让我们去忙东忙西啊 然后去悲欢离合啊 去有好多好多的那个经验跟感受 然后呢 然后这一生结束了之后 下一生再重新再来一遍 那这个就是世界存在的目的嘛 它不让你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都不在外面啊 真正的问题都在我们自己里面 觉得自己不够好 觉得自己还有匮乏 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觉得自己要做更多才值得被爱 好 那这个另外一个它又讲到说 选择嘛 就是这个世界它好像给你很多选择 可是其实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这个自由的幻觉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我们自己可以去省思说 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还有什么样的需求 直到有一天你真的死心了 你真的不再向外去寻找爱了 你才能够开始真正踏上你 真正认真要觉醒 要拿回你真正选择爱的 那个自由意志的那一步 对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咯 我们接下来再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